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这里是小星星的星座物 狮子座是一个非常有贼韧感的星座 它不会随随便便地爱上一个人 一旦它展开了这段恋情 那么它是抱着对这段感情认真负责到底的决心的 一旦开始了 它就不会轻易结束 甚至你想说结束了 它还会继续地爱着 我们都知道狮子座是一个很理智的星座 它对生活、工作、对事业都理智的不行 唯独在感情里 它们像个疯子一样 只追求自己所爱 不在乎现实不现实的问题 如果它爱上了一个人 而这个人不爱它 它也愿意去追 愿意在一旁摸摸守候 甚至可以做出一辈子不恋爱的疯狂举动 它认为爱情是珍贵的 爱情是奢侈的 不应该随意将就 也不应该对对方不负责 它本着对自己负责 也对对方负责的原则去爱 如果对方觉得它的爱是一种负担 是一种压力 那么它会摸摸守候 不会让对方感觉到有任何的不舒服 至于它心里面的苦 可能只有它自己知道 狮子座的爱情续航能力是相当强的 相当持久的 千万不要觉得活祥星座的人都比较花心 很容易冲动地爱上一个人 在这方面来讲 狮子座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火象星座 它反而是最长情 最细腻的那一个 如果狮子认定了一段感情 并且对方也爱上了它 那么对于狮子来说 这仿佛是上天赏赐给它的 它会加倍珍惜 用心去呵护 可能在相处的过程中 它还是有很多小脾气会发出来 有很多地方需要跟另一半去磨合 但无论怎么着 它都会很有耐心去陪伴着对方 不会轻易说出分手 说出再见这种话 两个人想要长久地在一起 就需要为彼此做出些牺牲和改变 这种情况下的狮子座就不会那么固执 那么倔强了 它愿意为了跟另一半更和谐地相处下去而做出改变 并且对方希望它做出的改变 它也会积极配合 只要是为了两个人好 狮子都愿意去改变 它真的很害怕因为自己的原因 导致两个人感情的破碎 只要对两个人的未来友谊 它都会积极去做出改变 狮子座爱情的续航能力 在火象星座里是绝对的第一名 在整个星座界也是前面的佼佼者 它们不光有爱人的能力 它们更有把爱情变成永恒的能力 所以被狮子爱是件很幸福的事 它会把你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去看待 并且不会懈怠两个人之间的事情 跟它一起生活 你会感觉到自己是被重视的 两个人的感情是充满能量的 能够治愈彼此的 所以它们的爱情续航能力不仅持久 被爱的质量也很高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分享和订阅 这里是小星星的新作物 带你一起了解自己和12种不同的性格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